BMI的这个范例 就是BMI这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八之五之一的 那当然你可以先做一个什么呢 这个可以用 我这边是用JCream Mobile里面的一个Range 它可以用那个拉杆的方式 当然它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填写 那当然对使用者来说 以后用那个 在手机上这样拨来拨去 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很方便 所以其实像家电业 现在有那种什么物联网 那种家电里面 所有装置其实都可以被控制 未来当然会有一些 它背后的一些套件 其实可以用 口头话那种套件 也许未来它会加一些 可以让你可以引用的 这个韩式库 然后就可以控制某一个 因为它将来一定 每个家电都会有接口 就是怎么样可以跟你的手机 可以连接 那当然你只要把这个前端的 像类似这种界面加上去 其实使用者控制就非常方便 也就是一支手机 几乎一支手机 只要装APP每一个 这个家里是管家 假设你将来所有的 比如包含从电视 冷气 还是什么 常用的 所有的家电 假如说通通 我想未来应该是 这些汇烈又普遍 也就是说只要你买一些家电 它本身就会有一个QR Code 可以让你把这个APP装起来 那基本上你就不需要遥控器了 对不对 那干嘛一支 很多遥控器 对不对 一支手机 而且你走到哪里 你把那个装置 就是device给打开来 其实会很困难嘛 我想主要是一些协定上面 其实已经都有相关的 只是说每一家厂商 它还没有一个可能一些共识 或者是说可能牵涉到什么一些NCC 或者一些通讯 可能官方它没有 不过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走得比较快一点 那这如果通通可以做到 甚至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像电费好了 冷气机可以用节能、绿能、怎么样开 像我都会去很精英 大家应该会很精英叫电费 你买一个冷气 当然刚开始很舒服 可是问题你缴电费就不舒服 所以你要怎么样针对这些东西 它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那种讯息显示出来 我想那个家电即便贵一点点 你可能也会愿意多掏一点钱出来 那除了像那个家电之外 像汽车更不用说了 汽车送现在各家的汽车厂商 都全力在这块上面 所以未来当然用手机来控制汽车 其实已经是有这样的技术了 而且甚至你要停车的时候 有APP直接你可以下车 你可以把你的汽车当遥控车一样 倒车然后慢慢倒 你也可以在旁边看有没有A到 你不是在里面 你在外面 所以基本上你人在外面还会A到 那就是你自己技术太烂了 那这东西其实未来都会在你生活上面出现 甚至你将来一上车你路线规划好 你就可以坐在车上了 其实特斯拉本身的电动的功能 已经具备有很完善的这方面规划了 只是说当然它还是有 就是说还是怕说有一些万一 那不过这些东西我想都是未来的卖点 可能使用者愿意多掏一点钱在这上面 就像台湾那个Gogoro 其实它其实算起来卖的算 我觉得还是算偏贵 我年轻人还买单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电池不是你的 那两颗电池其实还是它的 它只是租给你 它有点像电话的费力一样 你要吃到饱 那你就是多花一点钱 至于就是说到底好不好起等等 我想有些年轻人他并不是太关心 炫就好了 有的时候你要车子卖得好 原因不是说这个车很耐用 而是它很潮很炫 对不对 你很耐用的车不见得卖得好 因为有的消费者 我后来发现消费习惯有时候是盲目的 他是因为大家尤其像台湾 那种领头羊效应 只要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骑车或者开那个车之后 那车就卖了 OK 骑便很贵 就像超跑一样 你说超跑坐起来舒服吗 其实说真的 第一个很吵 第二个避震很差 第三个非常耗油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啊 还是趋势热物嘛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嘛 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是非理性的 那像是那个手机的这个APP控制也是一样 你看 你看 以后如果说你到人家家里 人家是拿出来的手机就开始 包含从进门开始 有没有 现在有啦 进门之后有那种门锁 其实已经可以跟手机 完全可以搭在一起了 然后再到他开灯 再到他所有家电的一切 都是一支手机搞定的话 你会觉得哇 你这 对不对 感觉是真的很棒 而且那个房子如果已经都帮你设计好了 你可能再贵一点 也许你会愿意多掏一点钱出来买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说 操作界面的设计 以现阶段来看 其实这个JQuery 跟JQuery Mobile 算是所有开发界面里面最简单的 因为我也用过很多的开发环境 那当然这东西两下就做完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等一下请各位就是把这个 很简单 这个也许把它改成BMI 里面的话就身高体重送出 送出之后的话 一样跳一个page 这个是BMI多少 把它显示出来 还有回上一页 但是BMI这个底下我是还没做 比如说它是过胖过轻 或者是其他的判断 还有就是说要不要加一个图 因为这个太耗工了 说真的 请各位自己试试看 甚至你可以把所有在网路上找到的 可能因为你也非盈利 所以你可以引用它 比如说维基百科 把所有相关健康知识 跟所谓的 因为大家都关心 一定会 你可以改个名称 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 就是 这个什么 完美体重之类的吧 我想还是会很多人下载 那你把这些相关的知识 帮他放在这边 给他观看 顺便告诉他 看能不能再加一个device 或者是怎么 其实也是这种行销的模式 OK 所以你可以配合健身中心 我想现在健身也是很夯的 像我们这边 开的课最好的不是电脑课 乘几何时 现在最夯的 就是那个 什么有氧 什么运动 对不对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再自行再加上去 那里面的哪一些部分 比较重要 来 第一个就是一样 身高体重 跟一个送出 我这边的话 基本上 也是运用那个J-Cray 里面的这个 可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叫J-Cray的滑感 这个东西 它的用法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 它是一个range 所以呢 你会在下方看到 我大概加了几个 第一个它的名称 就是它的name加ID 当然我刚刚讲过 ID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它的类型 一定是个range 所以你用这个 拉杆拉过来 它有一个range 那值的话 就预设值 这个预设值可有可无 没有没关系 有的话 它预设 这个就会跳出170 让它改 那参数的话 点下去 里面的话 它还有几个 最小跟最大 也就是说呢 将来 你显示完之后 最大只会到220 最小只会到50 这个区间 但我是不知道 220以上的 有没有可能 好像是不是 我不知道 应该还是好像有听说 比这个更高的 不过那220以上 已经超过我们的那个 就 所以把它 大概一个range就可以 那体重的话 我大概设为 大概20到多少 20到190吧 等等 类似这样 200了 我有没有可能超过200公斤 那有可能 不过这个也超过了 所以大概这样子 那我就做了两个range 那里面的设定方法 一个是hite 一个是wait 然后一个送出 送出一样是b01 那连结 另外的话 它的那个data role的话 也是button 其他大概就差不多 再来的话 底下会有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叫bmi结果 只是我多了一个 叫回上一页 可以让使用者 回到前面那一页 回到前面那一页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我想前面各位 也做过了 就是什么 紧home就好了 还记得吧 前面那最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了 按下去 跳出来 回上页 那再来其实就是 撰写那个里面的bmi程式 bmi程式很简单 反正第一个 抓到它的值 两个 然后做什么呢 计算 计算的话很简单 就是 什么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平方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mess.pow 或者是 升高乘升高也可以 反正这种 两个都可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 我请各位练习一下 等于是把那个bmi的这个练习题 再试着做做看 那重点我们是摆在用那个 前面也有用过 只是说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我们有用到一个叫range 其实在 这一棵里面 它是叫做 名称 它名称叫做那个什么滑杆 这一棵的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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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棵的滑杆